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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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长 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题 现在人都想要出人头币 那以现在的社会要如何 可以快速的做 这个什么叫成功 帮助的人越多 就叫做越成功 对 经由你的关系 而诱发更多人能够向上 就叫做成功 那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是出人头地 跟顺的想法不一样 顺的成功是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的意思就是给人为善 那意思不是说让他为善我在旁边看 不是 是我诱发他去为善 或说我为善 让他出名 叫做与人为善 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成功 不是吗 那想要出人头地的思想 会给你带来莫大的痛苦 这个莫大的痛苦就是 你时时刻刻 你的人生的所有的价值观 都会是要把别人 踩在下面的一种暗示 这种思想 我要出类拔垂 而不是我要与他们同在 是我要光芒万丈 而不是让他们比我更幸福 对不对啊 那一个人太多的自我 最后也就是太多的自私 自私的人从来是不会幸福的 即使他有一天登到高峰 把人都踩在脚下 他也不会幸福的 我看到那第一者新闻 很好笑 一个贪官贪了好几个亿 后来被抓了 抓了之后他自己再讲 他这个过程他其实很苦恼 很烦恼 怎样烦恼 最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藏钱 各位好几个亿是多少钞票 要藏哪里藏银行 你怎么马上被抓 你藏家里一堆钞票 也不行啊 你到底要把钱藏哪里呢 整天都非常烦恼 过程中一直都很烦恼 自私的人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气永远矮一结 这个里面的气不会茁壮 不会气语轩昂 不能神采奕役 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愿意说 怎么样透过你的力量 让更多人更幸福更成功 不要老是在想自己怎么成功 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伟大的心智的时候 坦白讲这个人不成功也很难 好多人 好多人 好多人